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瑞士乡公所111年争取推动活化厂 录具泰旧更新工程 期间造成了商家诸多不便 而接棒推动的乡长吴万德 也特别督促家俗办理 从手控泰换成了新式电子炉具 并且增设了一套空污防制设备 经环保署严格检测通过后 乡公所也在10月正式起炉运作 提供乡亲民众优质的智商服务 虽然临阵喊咖后又再度重启 活化炉具泰旧换新的工程 也使得更新其成整个往后顺延 不过在接棒推动的乡长吴万德强力督促下 今年3月正式落锤顿工 并且在这个月顺利的重新起炉运作 日之乡活化厂炉具年代久远设备老旧不堪使用 乡公所在110年11月停炉进行太旧换新工程 期间也造成民众诸多不便 乡长吴万德感同身受 为了体恤乡亲特别紧盯进度来加速办理 将原有的手动控制炉具 更换成新式电子炉具 并增设一套空污防制设备 提供优质的殡葬活化服务 同时兼顾环保永续 目前是一个炉 以前是两个炉进去到里面变成一个排气管 因为那个旧的都拆掉 我们重新那个都是新的 新的都上千度了 11月初获得县政府核准 同意重新起炉运作的瑞瑞活化厂 相公所表示 即日起开放受理活化申请 如有智商需求的民众 请备妥相关的文件到相公所来办理 记者时预兰瑞瑞瑞采访报道 您不能不得办理 为什么 encontrar